沈黎哥 時間過得快 我們第三節了 但是有很多資料要跟大家去分享 剛才我們 過了一個逐流 逐水漂流 李俊錫 陳青導演真是厲害 其實他是真正顯露到他的電影的才華 四年前 2017年他拍了一套短片 叫做《劉洋河》 劉洋河這個短片 他是怎樣 真是短片 你知道我們香港藝術發展局 很多年前就開始有一個叫做這樣的 叫做獎金的計劃 叫做鮮浪潮 電影鮮浪潮的短片 就是支持一些 如果給他一個好的劇本 你是年青人 你是有一個好的劇本 你想拍戲 他給錢 是的 那個鮮浪潮那裏就撥錢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五萬元左右 就是幾萬元那樣 那你就拍短片 那2017年 李俊錫就是透過這個鮮浪潮的 十幾歲而已 是啊 那四年前嘛 二十六七歲 就拍了這套劉洋河 就獲得這個公開組的鮮浪潮的大獎 和最佳導演獎 你講什麼的呢 這套短片 這個劉洋河我都沒有看過 但是呢 只是短片來的 那當然呢 其實這個鮮浪潮 都是有些有趣的情況是怎樣呢 今年都是香港新時代 今年另外有一個有個女導演 這個呢 我都見過一面 一個年輕人呢 他呢 就是拿到這個鮮浪潮的錢 他拍到一套短片就叫什麼呢 叫做執屋 執屋 就是說在家裡執屋 就大件事了 拍這套劇 這套劇出來 就本來排了期呢 就是會拍的 就是幾套鮮浪潮的電影一起放 怎知道呢 政府就是相關那些什麼 電影的相關的審查當局呢 就覺得呢 這套劇有問題 叫他要刪斷 為什麼呢 什麼叫執屋呢 大哥原來是這樣 他就年輕人講年輕故事嘛 就是說呢 這個故事就講呢 就有一個少女 就幫他男朋友執屋 為什麼要執屋呢 因為那個男朋友呢 這幾年就不知道 參加了一些社會的一些抗爭活動 他就被周圍了 那個女朋友就去那幾個執屋 就希望就是說 執回清楚一些東西吧 不要到時候有些東西 不適合看的東西 你知道嗎 就是不適合的東西 到時候 分分鐘就大件事嘛 對他不利 對他不利 但是我就是有感而發 短片 這樣拍一件事 執屋而已 那他說這個名字不好 就不要叫執屋 大哥不是叫執屋叫什麼呢 第一第二 執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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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套片 那套片是短片 他叫他剪 他叫他很多道友去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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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這樣七零八落 剪得來 那套戲 剪完了 都不成氣 都不成氣 所以這個又是一個情況 那你知不知道 我聽你講的那套戲 我聽了你笑笑 我有個感覺 就是如果你剪了 那個主題沒有了 知道嗎 你剪了沒有所有主題 那個主題 你剪了 那怎麼執屋 怎樣執屋 執屋執不了 執屋執不了 所以那個 那個年輕的女導演 講到自己都眼濕濕 就說 沒辦法 最後他忍痛 他忍痛 這樣我唯有不上映 不上映 是吧 我跟你的意思 剪完出來 是吧 怎麼播 斷手斷腳那套戲 你拿去外面不行 你拿去外面 勢力又死 現在 我不給你拍 拿去外面拍 那你又不行 唉 沒得說了 勢錯事 大時代 總而我們活到老 我們已經大前代 我們回到這裏 接著就厲害了 李俊傑已經開始 暫路頭角了 接著就是第二年 就是2018年 三年前 哇厲害 拍了那套戲 你有沒有聽過 《翠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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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套戲 就是他第一套的劇情場片 這套戲 我也很有趣 《翠絲》 其實是一套 他叫做《翠絲》 《翠絲》 中文名 其實是在講一些男童志 男童志戲 有些名字 這套戲 你聽我說 我幫你介紹一下 《翠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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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了這個《翠絲》 《翠絲》 就扮個男童志 粗狂的 很粗狂 原來這麼粗狂 但原來他心裡很陰謠 原來他是個同志 他擔正做了男主角 另外一個就扮個媽媽那個 就是梁順燕 梁順燕 梁順燕 是一個自信 是電影電視 是的 這套 就是梁順燕的遺作 2018年 所以有紀念性 並且你記得 另一個金牌的甘草演員 就是袁富華 袁富華 就是憑這套戲 做話劇 做話劇 也做電視 他是一個好戲之人 金草演員 他在《翠絲》這套戲 他扮一個又是同志 是一個老同志 一個老人 他就是一個舊式茶樓的茶博士 他隱藏他同志的身份 他就說 你們今天 姜浩文 你們年輕一代一點 你們都覺得這麼難 我比你們更難 我再老一代 我是在做酒樓 我說我當年做酒樓 如果我被人知道我是同志 我被人打死 是吧 失誤了 是呀 是呀 很可憐 那 就像翠絲這套戲 袁富華就憑這套戲 就拿了最佳的 金馬獎最佳的南配角 那 就這個 李俊錫 就是憑這個三年前 他第一套 第一套的劇情片 就已經打出了名堂了 打出了名堂了 是吧 還有這個 這套戲裏面有個韋英雄 韋英雄就拿了香港電影金像獎 是 是 是 李俊錫就憑這套戲 直都拿到 當年的2018年 香港電影金像獎的 新進導演 和最佳編劇的題名 所以都很厲害的 一名經營的 接下來就是 走到這個 金馬獎了 今年的金馬獎 就拍了續水漂流 你看看 他由翠絲拍攝一個男同志 去到續水漂流 就拍攝一班這樣的 露宿者 都是社會意識 都是社會意識 就是很有心 很有心 但是呢 另一套 繼續說下去 第二套 就更加社會關注的 時代革命 時代革命 就是周冠威 紀錄片 是吧 紀錄片來的 兩個幾小時 周冠威 我就順利說過 其實他是你 珠海 學校系統的一員 他是珠海 中學部 的 御科生 那他呢 讀書的時候 沒有李俊錫 讀書 這麼厲害的 但是呢 他其實對電影 他就很有那種的天才 所以他都很堅持 他就 後來也都 經過了幾次面試 才進入到這個 香港演藝學院 那麼在演藝學院 我就有行的 我就十幾年前 我是 因為 當年剛剛 演藝學院 就有個老師 就離開了 沒有人教過科 那麼我也 叫做 跟演藝學院 結過完的 我就幫他教過 一年的 電影歷史 電影歷史科 那麼 所以我就 對這個 演藝學院 那麼 周冠威 這個 同學 這個背景 我就理解 他們演藝學院出來 這班年輕人 他們無論是搞 導演 編劇 或者演員 其實他們都是很專業 和很投入 那麼 周冠威 他就比李俊錫大一點 他就42歲了 今年 他 12年 大過了 是啊 但是 他也在電影界打拼 但是 其實 今次這部電影 其實 他有一種使命去做 是怎樣 他說 我 喜歡拍電影 因為我很愛香港這個地方 我就想拍出香港的故事 你記得嗎 他 早兩年 他拍那套 都 拿了獎的 一套 一下子 我忘記了 就是有一點講一些精神病人的故事 都是拿 是當年的 這個 怎麼說 是受 很受 2015年 應該這樣說 他是2020年 去年 那套叫幻 幻想的幻 幻愛 幻愛 就是 引起別人對他的注視 又回到 六年前 就是2015年 2015年拍了什麼戲 你記得嗎 當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電影 是一套群戲 什麼叫群戲 25年拍出來 那周冠衛負責那個環節 就叫做自焚者 自焚者 這個有點敏感 就是說 對社會 對管治不滿 那個人 當街放火自焚 是吧 是 那麽就很震撼 但是十年的戲 也是全世界光動的 拿了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的電影 又去到全世界 國際的播放 但是你知道嗎 2015年 香港 其實整個社會 開始慢慢 就是說 開始轉變了 沒有以前那種 一種比較 寬容一點的氣氛 是吧 拿得比較緊一點 正所說 那麽政府 就不太喜歡那種電影 所以 十年 基本上 是 不能夠 公開放映了 所以有時候 都很難過 香港人拍的電影 在外面 就得到很大的榮譽 但是 就是 因為他所探討 探討 所以探討的事情 可能政府 不是很合 聽 不能夠 在香港那裡放映 但是 這個周冠威這一位 都算是青年導演 是吧 其實都是一個 很難得的人才來的 但是他又堅持 他這一種 就是說 對社會議題的一些執著 他更加 再走前一步 就是拍一個時代革命 這個時代革命 更加尖銳 更加 更加 對 但是這樣說 我們議事民事 他不是政治人物 他也不是政治參與者 他是一個藝術工作者 對不對 他紀錄 其實 等於我們看回 我們國家 政府都尊重的 這個三十年代的 是的 再下來就是魯迅 我就經常說魯迅 魯迅先生 他當時都是國民政府 是不喜歡他的 他也很多時候 他批評 當時的政府 國民政府 但是 是啊 但是魯迅先生 去到今天 大家就知道 他講你的話 都是有他的道理 雖然當時政府不合聽 他不是亂罵 他不是有他 一些個人的利益 是不是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成績訂購支持